大家好 歡迎收看 政經最前線 無碼看中國 我是主持人張宏林 再次感謝收看我們的節目 在去年我們在節目當中 曾經有提過一本《紅色賭盤》 作者是我們沈棟先生 這本書當初在問世的時候 引起許多的討論 就我所知道的部分 它幾乎也四大洲 甚至有10多種語言的版本 都出書來探討中共 中國內部的這些紅色權貴 紅色的這些我們談到的金權的 相關的一些脈絡 這當年引起很多的震撼 因為作者本人當然基本上來講 過去的確就涉入到整個中共的核心 高層的這些內容 所以這本書在出書的過程當中 我相信遇到非常多的一些挑戰 我們看到作者本身對這件事情 也有許多的一些擔憂 甚至受到許多的 甚至死亡的威脅 我在書中甚至看到 在出書的前一刻 都產生了許多激烈意外的這些變化 所以我想我們很開心 這本書之後由荊州刊出版社 有出版了中文版在台灣問世 我覺得這本書非常的棒 的確也補足了我們許多 對於中共一虧內部運作的一些 大家的好奇心 這部分不管從歐美的朋友來說 西方的國家來說 甚至包含台灣的朋友 甚至我相信在中國內部 應該許多人都會很想要來看這本書 想瞭解一下整個中共 更為清晰的高層樣貌 所以我們今天節目很開心 就邀請到我們作者沈東先生 來到我們節目當中 我們就來介紹一下 這本書本所延伸的一些 必須讓大家來理解 瞭解的事情 所以我們歡迎我們今天 這個紅色賭盤的作者沈東先生 你好 謝謝主持人 謝謝大家 謝謝主持人給這個機會 是 我想這本書 就在這樣出版的部分 我想你在書上就有提過了 因為到任何的訪問 都一直會問你說 為什麼要出這本書 我想一開始我們就先 倒入這一點來談說 怎麼會想出這本書 因為就像一開始提到 你在書中也提到 這個一定有壓力 甚至你說了 你都覺得好像要覺得這個 我覺得很感人的事情 就你談到了說 你覺得這像是有朋友說 這像福音一樣 這一定要傳遞 這一定要讓更多人瞭解 所以一開始是不是可以先請教你 其實是這樣子 因為我前期是2017年被失蹤了 那麼其實我說的更難聽一點 是應該說是被中共綁架了 那麼到失蹤以後 我們的小孩當時是8歲 那麼他到他 然後我就在想 我怎麼向我的小孩來解釋 他的媽媽 他的母親為什麼失蹤 然後網上也有報導他的情況 然後有些是準確的 也有相當一部分是不是虛構的 那麼我想 我真的沒有人 我真的認為我們在中國的這個環境下 我們盡了我們最大的可能性 做一個在中共環境下的模範企業家 那麼 所以我是想 我當時寫這本書是在一年 在他段偉紅被失蹤以後一年 我是想寫一本書送給我的兒子 向他全面的闡述他的父母是誰 他們父母經歷了什麼事情 然後是在段偉紅失蹤了兩年以後 我才決定把這本書出版了 那麼為什麼是兩個分別的決定 也就是您剛剛說的就是說 出了這本書就成為中共一輩子的敵人了 那這個壓力是很大的 所以也是非常猶豫 但是到了兩年的時候 因為段偉紅已經失蹤兩年 音訊全無 其實也不知道生死 其實在那個點上 我當時就覺得 如果把這個聚光燈 可以在他的情況下聚焦一下的話 可能對他的情況有好處 所以是在那個點上是失蹤兩年以後 我決定出版這本書 所以這個大概也是 那個很重要的一些埋絡 因為在書本的部分你也提到了說 想把這本書給你的前妻 段偉紅包含你的兒子 很特別的是還有提到香港的部分 這大概我們可以聊 當然剛剛提到了這部分一開始 我想在書本裡面就有提到 有關這些高層的脈絡的部分 有人說這個像是在幫鱷魚清理牙齒的 不管是鳥或魚 就當然你可以講就是虎口 在裡面這個維生 這個一定要非常的厲害 所以大家對於中共高層的 這些運作的部分 在書上你也鉅細明明的 有提到一些內容 其中也包含有些什麼神秘的 張阿姨 張培莉 提到包含孫政才 古麗萍 王岐山 薄熙來 甚至習近平夫婦 人脈的這些底下裡面 都有許多的角力 這有時候都搞不清楚 誰才是誰的棋子 因為老實說在台灣 或者在資本主義都會說 政府是企業家的棋子被擺動 企業家只要不開心 政府就唯唯挪 這些政治人物因為要政治獻金嘛 所以大家很好奇 在整個威權體制的中國 這個企業家跟這些政治人物高官 到底是什麼樣的關聯 是不是也可以請您分享一下 一個是就是說 基本上我們這種都被稱為白手套了 但是我覺得這個概念需要理清一下 就是說其實在中國每一個商人 而我是說從大到小 每一個商人都是某一個權力擁有者的白狗哨 還不只是說我們這些可能 相對大的企業家是白手套 有點大 我覺得大家經常對這個概念有優勢不會 我說舉個很簡單的例子 你開個小賣戶在那個街道上 那個巡警你就得付費 那個理論那個主任你就得打點 那麼只不過是我們拖出來 從了之後打點理論的主任去到打點這個 總理的家族 在中國每一個商人 我是說無有例外的每一個商人 都是某一個權力擁有者的白手套 所以這個部分大概也就是必然是那些關聯 當然這白手套應該如果這樣聽起來是說 這裡面到底背後底下有沒有一些利益 而這利益到底是怎麼樣的利益 我必須說如果在某些樣態上來講 也有一些是我們談到 本來就在一業相互的結合 大家魚幫水 水幫魚 但如果說他可能界線上 有些走在灰色 紅色 甚至是違法地帶 可能差別的部分就是看這部分 是怎麼樣來玩 所以裡面當然有談到 就是剛剛提到的 就是跟除了高層的之外 大家就很好奇在當時 就是有孫政才跟胡春華 兩位當時被視為接班人 所以這兩位當時在大家拉拔的時候 你書長有提到說怎麼跟他 在這個脈絡上的部分 來做這些交手的 這些相度的一些內容 是不是這部分也可以請您談一下 這種是不是在整個中國裡面 很常會有的宮廷劇 因為你剛剛提到的每個人都有 是不是你除了跟這些官場 官場上的人以外 也有別的另外一些企業集團 同樣跟你在做這些拉拔 各自想各擁其助 具體談胡春華和孫政才的情況之下 我就再沿著剛剛這個回答 再展身一下 就是說這個第一 我說的這個分享 就是一個精彩 金錢的分享 因為你商人嘛 你唯一能跟權力擁有者分享 就是你的財富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說您剛剛說的 就是說灰色 紅色 還是哪條底線 其實這裡邊我想闡述兩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中國的法律是不斷在變 就是連憲法都可以變的 對吧 就是我們最著名最近的憲法 就是習近平可以無限制連任對不對 那麼所以中國的法律一直在變 這過去這改革開放了三四十年 那麼在這個過程中 以前合法的事情可能變成非法 以前非法的事情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其實很多很多灰色地帶 就其實只到十幾年前 投資本就是一個違法的事情 在中國就是叫投機倒把 那就是違法 那麼投資本身就是違法的事情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大家其實都是在沒有絕對的違法 在中國的法律不存在黑和白 只有灰色 因為你看中國每一條法律 就每一條法律 它可能裡面有七八項 最後的一項就是一條 就是一扇門 就是說有待著相關單位 或者相關政府單位的認定 這樣子的有一條的 就這一條其實是 中英文叫Catch your face 你可以是說這你是犯法 也可以說你不是犯法 所以中國所有的法律 而且政府是特意製造這麼一個環境 這樣子它可以靈活運用 這種以他們的來說 那麼這個是就是說這個 我說的是經商環境這一塊 第二點就是說您剛剛的公鬥劇了 這個是非常非常正常的 一個中國的權力 是一個非常非常金字塔的 對吧 那麼現在當然這金字塔就是 就是我們習近平這個一人至上 千萬億萬人至上了 那麼這一代金字塔的這種情況 就是某種程度就是 你能上就我上不了 那麼所以就是一個 你死我活的一個鬥爭 是啊 這個部分大概也是特別談到 當然我剛剛提到的 就是說如果我們談到的這個部分 不管是孫政才跟剛剛提到的胡春華 那還是當初準備要上位的 如果再拉到更高的部分 我知道在過去包含 我們現在看到檯面上的 曾經擔任主席總理的部分 包含習近平的部分 這些你們都有在胡錦濤的部分 都有過一些相對的一些接觸 大家很好奇 在這樣的一個層級上的 就你們這些所謂的商人的部分 通常有怎麼去跟他們做一些應對呢 其實他們每一個 其實是有相通性的 就是說雖然我們可能在高層 做的事情會比較大 但是有一個共通性的 商人跟他們共通性 就是你要預期他想要的 或者說你知道他想要的東西 你給他提供 那麼每一個權力擁有者 他的想要的東西不一樣 有的人要錢財 有的人要你幫他升官 有的人要他幫你打 要你幫他打點他家裡的 家家的其他人的需求 其實你是在就是說滿足權力 就是說你其實某種程度 就是說是一個 就我在書裡面沒寫 但我老把這個溫家 這個張培麗就是他太太 他太太其實是 主政他們家裡面所有的事情 我們是就是說他好像就某種程度 就像一個朝廷的皇帝坐在上面 然後下面有一群這個臣子 就我們屬於其中之一 然後每個人其實在滿足他不同的需求 然後他也在某種程度 他也在怎麼呢 就是運用你們 然後讓也某種 那時候還製造一些這個內鬥 其實是像宮廷劇一樣 就確實是您剛剛說的 但事實上樣態上 其實還是過去的這些帝制一樣 聽起來就是大家還是 依著這個上面的 有全高位重的人 在做這些相對的一些指揮 所以說來如果這樣來講 至少這些相關的企業 如果不做這件事情 看來是不是很難在中國生存 對 第一個就是說回應您剛剛說的 就是其實是非常封建的一個體制 然後其實現在習近平 包括以前的胡錦濤 包括以前的江澤民 就在下面的官場 官員自己就會叫皇上 是 對啊 吃飯我們酒桌上 都是皇上怎麼樣 皇上怎麼樣 就直接就是這麼叫的 然後他這個體制本身就是 上面一個皇上 然後下面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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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的皇上 然後每個皇上有自己的地盤 其實是因為他權力是不受控制的 不受監督的 只要擁有權力 你擁有一切 那麼第二點就回到您 回到您剛剛的問題 就是在中國權力是一切 金錢根本不是一個東西 這也是為什麼商人可以 你看基本上每一個中國的首富 中國首富綁出了大概20幾年吧 基本上這個首富綁的首富 都沒有好下場的 我們就在我們在國內 叫首富綁 叫殺豬綁 就是哪條豬肥 就是肥的豬嘛 哪條豬 肥的豬就上了綁了 然後就等著被宰了 所以不是好事 就我們常常有時候看到說 中國現在首富該死了 就是你們後來的概念來講 上到那個部分等於是 準備被代殺的組織 對 我們就叫叫殺豬綁 這個首富綁就叫殺豬綁 對 如果我照樣講 大家一定會想要達到權力最上位 我剛剛也提到說 其實您看到就是準備要上位的 或者要上更高位的 台灣大概印象中 大家比較常記得的部分 因為有些人關心中國的一些政治 有些可能漠不關心 不過大家都知道當時 習近平要上位之前 跟薄熙來之間的爭鬥很大 因為薄熙來原來也被預期到 有機會爬到中國這個最高的 這些共產黨的這些位置 當然後來就產生一連串劇烈的變化 甚至被牢獄自在 這過程當中我不確定 您是不是也瞭解這些過程了 對 我在書裡面也寫了 這個確實也是比較內幕的東西 因為我們跟溫家的關係 我們對一些事情很清楚 就薄熙來其實跟習近平是 是同代的紅二代 所以他誰也 他絕對 而且薄熙來一直野心很大 他絕對不認為就是說 憑什麼習近平你能上 我不能上 所以他當時是在爭入常委 就是這個七個人的常委 那麼大家所有人都 就是說他其實這個玩這個權力遊戲 就有點就太官二代了 就太把自己當回事了 就是說他的野心太顯露 太明確了 就只要他能進常委 他下一步一定是跟習近平去爭皇位 那麼這也是為什麼習近平就是說 得到溫家寶的支持 在一個常委會的一個會議裡面 就把趁著那個 當時那個王立軍跑到 跑了去那個美國大使館 在成都的美國大使館這件事情 用那個機會把這個薄熙來徹底拔掉 這部分當然也是 大家現在在討論習近平的手腕野心 不過這當然都有不同的說法 我們有人說這個他其實沒那麼厲害 背後是有一群人在控制他 也有人說這個人這個不能小觸 他可能這個做事 還是有點心狠手辣等等 特別看到他在整個這個 在相關的這個會議裡面 把胡錦濤給請出去這件事情 當然也引起我想不管是在中國內部 或者外部的一些討論 你怎麼看待這個事情呢 我覺得第一個就是 中國的權力是一個你死我活的 就我們這個就經常背後插刀子是 是很隨時都會有的 隨時發生的事情 而且是基本上在爭一個權位的過程中 背後被人插刀子是肯定會發生的事情 我覺得這個是第一點 那麼其實習近平就是說他的確實是 就是說他 我覺得有為什麼 我覺得如果他為什麼能 就今天掌握徹底的權力 這個可能是一個比較大的一個題目 我們可能要花點時間來說 我不知道今天有沒有時間 但如果說我只是圍繞 就您剛剛說的這個 辛紅手辣這個觀點 就這個確實是就是說 我就有兩個特點 一個是他60年代經歷文化 大大革命的這個經歷 另外一個更關鍵的 我覺得是他們家族傳承 就他父親作為中國師大元帥之一 然後他們父親當時也是被清算 那麼整個過程 他們對中國系統權力爭鬥的 根本性本質 他有一個清晰的認識 這個是他的家族的傳承 由這兩個根基之上 他這次在過去這10年 確實就稱得上您說的 第一有權術 第二心狠手辣 但是有權術不代表這個人聰明 這個有很多咱們可以另外展開討論 但是他的心狠醜辣的程度 是打破了江澤民 胡錦濤 那23年的遊戲規則 就整個系統沒有想到 他會這麼心狠手辣 因為以前大家都是說是有權力爭鬥 但是不會下手太狠 就差不多我把你靠邊站 我把位置站了就可以了 但不會下手這麼狠 如果他下手這麼狠 我覺得一個是就是剛剛兩個點 另外我認為還想說一個人 他是一個... 我認為他是一個政治理想報復的人 而不是一個只是為權術而權術 他有一個他的政治理想報復 為了他的政治理想報復 他認為他需要徹底掌控這些權力 所以那個理想報復 你覺得會是什麼呢 我覺得他的理想報復 第一個點就是共產黨永遠執政 那麼這個我覺得是他第一 那麼所有做的這些東西 其實他做的這些東西 其實是為那個最終目標鋪路 那麼當然在那個最終目標之下 他還有一系列其他的社會性目標 包括然後現在做的共同富裕 啪啪啪啪啪 但是那些我相對來說都是其次 因為鄧小平的三個堅持 第一個點就是共產黨的一黨專政 是 這個部分大概也就值得去討論 其實我想直接也藉著您剛剛看的 就是時間上當然這個一定 很需要您的這個經驗 就是說剛剛提到的是 這個習近平個人的一些特質 當然也許有些人也許有那種迷戀 他可能覺得自己在做好事 就您剛剛提到 但不一定外界看起來是 但大家好奇自己 中共這麼在意權利的人 然後看到他這樣的樣子 最終為什麼能讓他現在定於一尊呢 你覺得中共內部真的 大家看起來都是這個打 剛剛講打江山上來的 就這麼輕易地拱手 就讓給習近平地為一尊的原因是什麼 我覺得第一個是歷史機遇 就是在鄧小平的時候 其實他也不是絕對性權利的 你知道那時候的成雲 薄一波 葉劍英 都是就是大家可能我比你矮一點點 但是你的權利 我的權利 就我的權利不是你給的 是我都是跟你一起打江山出來的 那麼所以當時有叫中共八老 中共八老其實最後一個是薄一波 大概應該是08年死的 所以那一代的這個權利 權貴們就已經過世了 那麼產生一個恐懼 第二就是江澤民 江澤民其實你看到在胡錦濤第一任的時候 他影響力是非常大的 但是他當時其實是有一個健康 就是有一個得了一種病 然後自此以後身體的這個健康情況 江和日下 這其實也是一個原因胡錦濤為什麼 在第二期胡錦濤你看到他自主很多 那麼第三個就是胡錦濤本身這個人 胡錦濤本身這個人就是說 我們就說得俗氣一點叫軟蛋 就是他交界 他換界的時候 當時是北京市有一個討論 就是說他到底會不會好是全面交權 還是像江澤民這樣子 就我把黨主席交給你 把政治權利交給你 但是軍權我還握著 那麼但是胡錦濤沒有 他徹底交權 那麼這個其實是歷史局局給了這個 給了這個習近平 習近平的這個機會 是 這個部分大概也是 我想大家會知道這脈絡透過你這邊 應該更為清楚 這也是習近平可能看到之後 學起來覺得這部分是非常的重要 從他過往對軍中也做了大量人事上的 一些更替的一些改變 對 因為這個就是 其實剛剛就咱們說到他心狠手辣 就是他那個就是說系統 他的心狠手辣其實是出乎系統的 這個在大家的意料 如果大家知道 特別是軍隊這些人 如果知道他會這麼下手的話 抓了兩個軍委主席 就是降級官員 上... 應該我覺得應該我沒記錯了 抓了200多個降級官員 如果大家是知道是這麼抓人的話 我覺得他不會這麼輕易得手的 但是他得了手之後 那他徹底掌控了暴力機器 你就沒有還手之力了 所以這大概也是我們大概談到 看到的問題 接下來我想之後大概可以問一下 中共未來發展走向 再請教一下沈棟 不過接著再談到 其實在這書裡面大家也談到 您剛剛講您跟您潛機 在這個遊走之間在權貴的部分 剛剛脈絡你也提到了 這非得要這樣 不然在中國是沒有辦法 可以做一些相關的管控 在中國來說黨就最大 黨就是一切 你是因為黨才能活著 你是因為黨才能富裕 所以最終還是依著黨來做一些控制 裡面當然也談到說這些 就簡單地說 大家就會提到你們的角色了 就是你們知道自己是棋子嗎 在這過程當中 這種已經都知道有殺豬綁了 被作為一些相對的運用 為什麼大家還會再去投入這些過程呢 這是是不是也可以分享一下 在你書裡面有談到這些情境 我覺得我們這一代的企業家吧 基本上都是出身都是 就我書裡面很詳細介紹我的出身 其實是輕貧一貧如洗的出身 就是說你要往上走 這是唯一的路徑 那你走還是不走 只能跟著這遊戲規則的方法走 這是唯一的路徑 如果你不走 你這輩子能有什麼出息 能有能成任何事情嗎 因為在中國就是做一個學者 你一定要跟權力打關係 那大家就是只能是義無反規的 義無反顧的往前走 那麼我們其實在圈子裡 都知道我們做了活教 我們就要一方面您剛剛說的這個 給鱷魚洗牙齒 另外在國內的說法 叫在就是刀口上填血的買賣 當然這個是無難 這個大概回到也是台灣一直在問的問題 一直會喜歡問一個問題說 現在中共對台灣不好 是因為習近平執政 只要有一天習近平總還是肉做的吧 除非他真的是神仙 可以長命幾千歲 不然總他還是人生會有落幕的時候 所以只要習近平離開 這些問題就不會存在 其實就像您剛剛的邏輯來講 那不會的 那是體制 他體制就逼著你這麼走 所以會有下一個人來 也許他的做法不會跟習近平一樣 但結果不會改變 可以這麼說嗎 我覺得徹底是就這麼個事情 因為這個無論任何問題的根本 一定是看他的一個系統性的本質 就是您剛剛說的體制 就是如果是 不是如果了 就共產黨這個專制的體制 沒有習近平也會出個李近平 也會出個陳近平 只是時間點的問題 所以不會改變 這部分是還滿 會改變 當然這另外一個部分 就請教大家裡面書裡面也這個 為什麼有人說很害怕這本書 主要也是揭露這些紅二代 或者高層他圈錢的 怎麼樣去搞錢的一些部分 這裡面大家很多人說 哇 這不是把他們秘密給揭露了 是不是也趁這機會讓我們知道 通常都是在過往您所經歷 或者所知道的部分 通常這些紅二代或這些高官 都是怎麼樣來這個做這些 其實好聽是這個賺錢當不好 也許就是那種貪污不良的這些經費 你要不要說明一下 其實都關鍵是在 我覺得這本書其實揭露了主要是 就中共這個或者中國這個系統 是怎麼運行的 這個權力 前置是一部分 包括剛剛我們在談的這個權力的鬥爭 所以關鍵是這個系統是怎麼運行的 那麼在這個系統裡面就是 其實是紅二代 其實共產黨是一個 但是共產黨 大家都說共產黨怎麼樣 共產黨怎麼樣 但共產黨是有人在主持的 最終的主持人其實是紅二代 因為他們永遠是在存在的 而且他們影響力是長存的 就現在我在書裡面最後 也舉了一個紅三代 對吧 他們一代代代傳下來 好像習近平為什麼 為什麼共產黨必須取長期執政呢 這裡面有相當大的是個人利益 他們的兒子可以去執政 他們的孫子也是也會是權貴 是一個長存的權貴 所以有相當多的這種個人利益 家族也有系統利益在裡面 所以這個我覺得是一個這本書 我是想把這個給展示給大家吧 其實這有點就回到前面 我提到問題說 這就是結構的問題 也就是說我們一直覺得說 我們把地制給取消掉 只要認真 在台灣的說法是 台灣這個只要認真念書 你就有機會做階級的翻轉 只要你夠努力 夠這個講的就是踏實去做事 你就有機會出人頭地 可是聽起來在中共的體制 剛剛提到的逼迫你必得 以只有一種方法去走 然後另外這一個所謂的權貴權重 如果你還在 我這樣聽起來 如果你還在笑這個印度有種姓制度 說這個是很落伍的 某種程度是不是也變成是 中共也很明顯的有這種 某種程度應該說 他們權力的種姓制度了 對 我覺得紅色血脈 這一波人就是種姓制 然後其他的人都就是 就是背後捅刀子的人 你死我活得爭的一步步尚未 當然在這裡面 他們已經在這個位置 在這個位置再往上 再去爭那個皇位的時候 他們在內部也會有你死我活 但是他們作為一個集團 是長存在這個金字塔的頂部 然後他們就是拿權力 交換一切他們需要得到的東西 這大概也就是剛剛講必然是如此 當然提到紅二代的部分 我就繼續再詢問 就紅二代的部分大家也提到說 剛剛你也大概提到習近平 因為他的手段跟做法 讓這些紅二代看起來 現在普遍效應 常常有時候偶爾有一兩位 出來發聲的時候 從我們節目角度就會看看 這個人到底多久會被消失 或者會有什麼樣的下場跟後果 就從您自己在看 或者書中您自己在分析的部分 紅二代現在到底實質上 還能對於習近平這些政權 產生什麼樣的一些影響呢 第一 習近平的這個上位的時候 他的底盤是紅二代 這是他最根本的底盤 當時就他上位的時候 紅二代都是拍手歡呼 覺得你看我們的人回來 當時北京有個說法 就是開門的人可以退啦 因為邵主人回家了 當時說了看門的人是江澤民 胡錦他 那是給我們看門的 真正的主人現在回來了 這個告訴你 就紅二代對這個心態 那麼現在有一些人出來 對習近平有不同的說法 我覺得現在你看出來說的人 基本上這是很老的 老一輩的 就是說第一他們確實 這些就是基本上紅二代 他們其實還有一點 這些怎麼說呢 共產黨的基因 就是說相信共產主義的基因吧 他還相信就是有一些共產主義的基因 他們基本上批判 都是從這個角度來批判的 為什麼沒有年輕一點的紅二代 在這裡出來站出來批判他呢 其實他們也對習近平很多做法有不滿 因為不滿的原因是認為 實際上侵犯了他們的利益 因為你殺了這些 殺了好像包括我們 殺了這麼多白手套 然後白手套後面都是有紅色資本在裡面 你這麼殺的話 你把他們的資本利益也侵犯了 但是他們因為雖然侵犯了 但是我還是主持 我還是擁有大 就在系統內在桌面上 我還有很多很多這個賭資在上面 那我跟你如果今天跟你翻臉的話 你下一步就親我的桌面的賭資了 所以就你看不到這個年輕的紅二代出來 紅三代出來批判習近平 只有這些老的 很老的 就是他們還有一些 以前可能四五十年代 六十年代的這個共產主義的基因 他們站在那個角度出來批判習近平 所以聽起來真的這些紅二代的部分 以習近平的一些樣態的部分 只要他再把權力分得均勻一點 基本上可以講紅二代 他一個是權力 另外一個是把利益分的 就是權力 就是利益吧 因為在這裡面包括錢力 包括金錢 然後你看他號稱抓了幾百萬貪官 這裡面有多少是紅色血脈的 抓了10年能數幾個像 就能點得出名是紅色血脈的嗎 沒有啊 這個我在延伸好奇問一個問題 因為當然在中國的內部 至少在做內宣的部分會說 習近平上來是打攤 包含軍方 老實說中共的軍方 也有的確有許多的一些問題 所以他透過這種所謂的 樹攤 整攤的一些方式 來做這些清算 這是一個太好的一個 正當的一些理由了 但真的有因為他在做這些 樹攤 在做這些所謂的 反攤的過程當中 中國真的在官場上就變清廉 我很好奇 因為剛剛提到了 這個脈絡結構沒有變 但真實的樣態在現在是如何呢 現在大家會怎麼說呢 就親手一點 然後做得更隱蔽一點 就是這個因為它的官這個本質 就中國我簡單介紹一下 中共反攤的機構是1950年成立 就是50年的時態已經有這種問題了 在50年代抓了幾萬個貪員 但是幾萬個貪員 就那時候沒有那麼多官員嘛 所以在習近平上台之前15年 也抓了上百萬的官員 所以這個是洗不掉的 當然你一個權力是不受監督 權力可以主導一切 媒體自由是獨立完全不存在 然後公開現在說 我們不存在司法獨立 司法是要受黨的領導 在政治權力主導一切的時候 你不可能有清廉的一個系統 所以這是不會改變的 當然如果這樣子我們比較好奇 因為台灣每次在內部政治的部分 不會也應該說不只台灣 我認為全世界因為過往 中國是整個所謂的 我們的這些整個貿易鏈 整個我們談到的經濟鏈的 其中重要的一部分 真的是重要的一環 所以導致這個我們覺得 好像給予他經濟的發展 他可能在體制結構的部分就會改變 現在發現沒有 你只讓大家有更多的錢 買更厲害的武器來對抗你 台灣內部也會有這種矛盾問題 每次談到這兩岸的狀況的時候 這很危難的部分 就畢竟還是有許多台商 在中國做生意 你有沒有什麼給他們的一些建議呢 我覺得這裡面分兩個角度 來看這件事情 一個就是 因為資本主義都是短期的 所以從商人角度來說 都是希望要賺利益 但是在這個賺利益的過程中 經常是 肯定是犧牲其他利益 社會利益 包括現在在台灣情況 還是國家利益 這個就是其實是政界需要站出來的 因為他們是政界的存在 就是要守護國家利益 所以這就有一個矛盾存在 那麼這個是我說的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說作為台灣來說的 這企業來說吧 我覺得我20年前在中國的時候 10幾年前跟國外的企業打交道 大家的第一個問題就是 我要談我的中國策略 我的中國策略 我怎麼能進中國市場 我怎麼能進中國市場發展 就每一個董事會都在談這件事情 今天每一個董事會都在談中國加1 中國加2 中國加3 就是每一個董事會 就是對它的管理程度在說 你必須在中國以外有第一 有一個 兩個 三個的經營中心 生產基地 那麼所以大家都在往外分化吧 也不能說撤 因為就未來的走向 基本上是就中國的工廠 只是為中國生產 那麼台灣在這個過程中 台灣企業在這個過程中 如果大勢是這樣走的話 我相信台灣很多企業 可能已經在這麼走了 這趨勢大概大家慢慢 已經開始往外移了 就剛剛提到的確我們也看到 從這個很多統計的數據上是如此 這個大概是在對應中共 因為不確定性 在書中也談到了 這種可以隨便的 沒有依著法治的部分 去讓一個人去捕捉 去消失 連罪名都沒有定的部分 都是如此來做 我覺得另外一個部分是 你在這本書 我覺得也可以幫香港的 觀眾朋友問一下 因為您在香港 長大對香港 您也認為說您是您的家鄉 在香港這樣的一些變化 樣態之下 您又怎麼看待香港未來的這些發展呢 有什麼對香港朋友的一些喊話 我覺得兩個吧 一個就是說我這本書 其實19年的時候 我決定出版很大一部分 也是因為香港發生的事情 因為我在香港長大 我看著這個 我也參加了遊行 我看著這個年輕人 這種犧牲的精神 我就很受感動 所以我覺得我能夠做這件事情的話 我應該往前走一步 這也是推動我把這本書 出版的一個原因 第二 具體對香港的未來 我是非常悲觀的 我覺得香港 應該說香港已經終結了 就過去的香港已經終結了 現在大家知道 我們香港人都叫新香港 香港現在唯一的問題 就是往下走的速度 就往下走是必定無疑的 只是往下滑的這個速度 到底是以什麼速度往下滑 是 另外對台灣呢 因為有人就說今日的香港 就是明日的台灣 如果香港現在已經完蛋 那台灣呢 因為一開始 其實在書中也提到了 你也很珍惜說在華人 在整個華語的使用的過程當中 台灣還可以來比較全面的 然後受到保障的 對於中共的體制的批判 去做一些觀察等等 那你對台灣 會有什麼樣的一些建議跟想法 我是非常喜歡台灣的 其實COVID之前我基本上每年 可能來兩三次台灣 哇 我小孩子還現在還追著 我說今年能爸爸 能不能教我去台灣 是 我覺得是台灣是這樣子 我們希望就是說 一個我們希望看到台灣更 我說更硬氣一點 就面對中共的時候更硬氣一點 無論是外國代理人法案 或者是你們現在的這個募兵制 那些 我覺得更硬氣一點 另外一個我想提一個就是說 現在其實在隨著香港的這個 下沉下滑吧 亞洲金融中心這個位置是 開始騰空出來 然後台灣其實在這方面 是可以扮演角色 應該心更大一點 就是說我覺得這個 如果是要宏觀一點說 我認為台灣應該心更大一點 在隨著香港的被消失 應該是應該在華語世界裡面 唱起一個主角的地位來 而且你是華語現在 唯一的一個奪離的國家 你應該是來唱這個獨角 來包括就我剛剛說的 香港金融中心 作為亞洲金融中心 已經在消失的過程中 消亡的過程中 下一個亞洲金融中心在哪裡 我認為就是說你台灣是 可以絕對可以分一杯羹 而且這杯羹是很大的 而且還不是拱手相讓 就讓現在基本上往新加坡走 我剛剛從日本過來 我要跟日本談談這個事情 他們日本應該也在 也在往這方面想 因為這個是巨大的蛋糕 這個而且這一個金融中心 是主導政治經濟的一個 一個很重要的位置 我覺得台灣應該這方面做一些努力 是的 是台灣聽到了 這個應該可以努力加油一下 當然最後大家也請教了 因為我們當然都還是會問一個問題 就是尤其是您在書章也提到了 剛剛提到的就是說 你希望像是努力的把這本書出來 讓更多人瞭解中共的一些本質 當然瞭解中共本質一定有目的的 不是只瞭解它 想像中最終的理想 我不確定你那個最終 期待中國未來的一些想像的走法是如何 是希望它分裂或崩解 或者是就改變體制嗎 這個出了這本書 你到底最核心有一個 你最後的一些期待嗎 下一步還想要再有哪些的一些計畫呢 我覺得我作為一個個人 我們作為寫了一本書 也沒有不敢有這些痴心妄想 我只是希望就是說 讓大家更瞭解一個真實的中國 是什麼樣一個真國 然後每個人面對一個 有了這個認識以後 他們可以做自己的抉擇 自己的選擇了 這個當然也是我想 至少先從真相的揭露啦 我想台灣過去在內部的一些紛爭 都會提到說先有真相吧 大家瞭解真相之後 如果那是雪澤 那我們只能尊重你 但最怕是你被蒙蔽 被美好的 以為他所塑造的這些形象給蒙騙 你在書中也提到就是 希望透過這本書 讓大家更真實的瞭解中共的 真實的一些樣貌 給大家做一下參考 當然也對於特別是各國的 一些政治人物 應該要避免過多的一些浪漫的幻想 而且不要忘記了 他在整個紅色的這些主義裡面 最終還是希望是伺劃全世界 希望全世界都過這樣的一些生活 這值得我們好好來警惕 裡面我覺得有一個 讓我也很感動的是這本書裡面 在裡面書也特別提到 就是以范仲妍提到的 《寧民而始不墨而生》 我覺得您就是這個很典範 就是也提到 因為我知道這一定面臨到很多 生命的一些威脅 我看到有時候對小朋友很不捨 因為我覺得小朋友被逼著 要提早長大成熟了 因為我相信這些問題 可能跟他都面對到 除了這本書 可能未來會產生的一些壓力 但我想我們必須要很敬佩 有人願意來把這些真實的內容來呈現 所以這本紅色賭盤 我很推薦大家可以把它放在案頭上 這是我們必然必須去了解 中共的一些運作的一些面向脈絡 可以讓我們更清楚的知道如何來對應它 這部分也很謝謝我們沈棟先生 出了一本這本的書籍 然後讓更多世人可以瞭解中共的政權本質 那就再次感謝我們沈棟先生 接受我們的訪問 也感謝大家的收看 如果喜歡我們這一集的節目 也歡迎大家幫我們轉傳 按讚 訂閱 分享 給更多的好朋友 如果您有任何的一些問題 也歡迎您可以留言 我們也盡量的可以來回覆您 再次感謝沈棟先生 也感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會看 我們今天會看 進入下行循環的一個 也不是循環吧 軌道的一個過程 至於說中共 我倒不認為它會垮台 他不會因為經濟問題嗎 因為之前我們有教授 經濟問題是 我認為經濟問題是不足以讓它垮台的 這滿有 因為我們之前有學者他的說法是說 後來因為包含整個六四運動之後 他覺得企業家有個默契 只要你讓我 可以維持賺錢的部分 政治給你 這個是一個很經典的 一個西方學者的一些看法 所以其實是 因為他徹底掌控了暴力機器 然後八九民運很充分的向大家展示 我是會運用所有的暴力 來維持我的政權的 這個是 就這個而且現在用高科技的手段 分化到每一個人成為一個例子 我覺得我很難看到就是說 所以我說為什麼很悲觀 我不認為他認為我有機會 這輩子在那回中國 這可能就是在... 當然啦 就是有夢最美啦 在台灣的說法是總還是期待 當然有些也談到內部的變革啦 因為大家當然會從這個蘇聯的解體 雖然現在普丁不是一個好案例 因為畢竟他還是稱民主國家 不過大家也談到說 有可能崩潔的部分 會不會是從內部 有人慢慢漸進的來做一些反思 這有機會嗎 漸進... 很難說我知道 不是就是說第一 現在中共內部其實不存在改革派 然後這個... 就是說有些人有這個比較... 比較民主的傾向 但是你要成為一個政治派別 你是需要有一個組合的 但中共內部其實沒有這樣一個組合 沒有一個改革派的這些組合 沒有 因為有的話他已經... 今天已經進延期監獄了 肯定 都被清光了 肯定把你清了 所以就是說在可見的未來 就他會有權鬥 那麼但是反正我是看見的未來 我看不到中共倒台目前 所以如果這樣子回過頭來講 就算他不倒台但外部至少不讓他滲透跟擴大 對 其實說的... 咱們這個說的更徹底一點吧 就是說面對中共 最根本國際能做的 就是要打壓它的經濟 當中共的... 其實它還沒問題 所以說中國的經濟 你面對所有的問題 都會是另外一個問題 結果這個問題會是倍數的縮小 所以從那個角度來說 我認為今年的經濟 中國經濟的表現很關鍵 就是說因為今年是去年的反彈 因為去年實在太差了 那麼它實際上反彈以後 在明年的話再往後幾年 基本上都是往下的 就是跟今年比 所以今年的到底的反弹的力度 是怎麼樣 對未來三四年的經濟走向 有很指導性的意見 但是如果說今年反彈無力 然後未來走向更低迷的話 往前走五年 中國經濟完全另外一個狀態的話 他還有沒有這個能力來打台灣 因為他打台灣的時候 他一定是面對國際的 一個巨大的一個反彈 他如果未來五年經濟急劇的往下走的話 他有能力承受這個反彈嗎 如果他沒有能力承受這個反彈的話 他還能夠打呢 所以我覺得經濟從這個角度來說 我認為今年的這個反彈的力度 其實有很指導性的意義 所以就從經濟的手段可能是暫時 大家當然不是這個... 不是這樣 這是長遠的 你把中國的經濟打下去以後 所有問題 現在中國世界面臨所有的問題 會曉得是一個分子的問題 這個倒我覺得這部分 的確在說法會更是很具體 我覺得這部分是可以理解跟期待 對啊 感謝 謝謝 謝謝... 我們稍微補個畫面 OK 好 謝謝 這 fazendo我們啊 這就是說我們的 來呢 而去 いく 耶 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